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新闻宿地 我是曾珍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药文方面 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科米表示 已经查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将英美人质斩首片段中蒙灭男子的身份 但他拒绝透露对方的姓名和国籍 科米又说极端分子可能对西方国家进行报复 从目前情况来看 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并没有阻止这个极端组织的计划 被杀害的人质包括两名美国人以及一名英国人 伊斯兰国公布的三段片段中都见到一名身穿黑衣 头戴面罩的武装分子站在人质的旁边 有分析认为三段片段的蒙面男子可能都是同一个人 美国政府计划宣布准许七间影视制作商 使用无人机用作拍摄用途 估计华盛顿将于当地时间星期四做出公告 除了阿拉斯加的石油公司之外 美国航空管理局一直禁止商业无人机的运作 但相信新措施仍然有一定的限制 美国制作人员相信 容许使用无人机拍摄将彻底改变美国电影制作 几家美国大制片厂一直主张应用这项科技来拍摄 学术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奖即将于10月陆续揭晓 汤森路透周四公布预测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单 当中化学奖得主大热人选包括在香港元朗出生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OLED之父邓清云 香港出生的加州大学伯克莱教授 钱泽南则是医学奖的得主热门之一 汤森路透公司旗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 自2002年起已经准确预测了35名诺贝尔奖得主 其中有9人在预测公布当年获奖 16人在预测公布两年内获奖 汤森路透预测邓清云有机会因为发明有机光 二级管OLED的成就 获颁诺贝尔化学奖 OLED广泛应用在智能手机、平板计算机及高清电子的电子显示屏 邓清云生于香港元朗 目前在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 他于80年代发现了改变现今显示技术的OLED 被誉为OLED之父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将于下个月8日公布 本港以最快今年底立法规范 石油和废石油 不过短期内如何保障本地石油安全 高永文昨天于立法会表示 会尽快引入行政措施 规定餐厅必须将使用过的石油 交由环保署认可的收集或回收商处理 他还澄清 餐厅于店内使用的石油翻炸食物 不是将用来法律的规范范围 高永文重申政府最快今年年底立法规管石油原材料 不可使用翻炸的废石油 也不可使用非供人食用的工业油 凡进口销售或生产食用油 必须确保其食用油符合上述的规定 相关进口上提供生产地官方证明书 否则极数违法 他还澄清 法例不是规管餐厅用油炸翻炸食物的次数 而是这一次劣质猪油风波中 首次现身的食物安全专员谭立芬表示 食油可重复食用的次数 似乎有的种类 如什么食物及方法等难以规管 香港政府去年推出广东计划 向移居广东兼合资隔涨者发放现金津贴 计划推行首年 涨者可豁免居港限制 即务需连续居港一年 也能申领 公领会指出 随着豁免期于本月底届满 过去逾越过接受百万多个酒株的内地 尚未符合年龄要求的长者取救 表示在港无家可住 难符合居港的要求 忧虑过往后申请时遭拒门外 要求港府延长豁免期或取消限制 让更多长者安享晚年 社会福利署响应指 考虑到需为分配公共资源提供合理的配置 现行公共福利金计划 包括广东计划 只是发放与香港却有长期关联的人士 好了观传要文来看一下财经资讯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开牌情况 售美股大跌拖累 港股今早再度急措 失守半年限 横止低开185.57点 暴23,581.56点 国企指数低开92.88点 暴10,547.21点 恒生分类指数三跌一升 金融分类指数 地产分类指数 工商业分类指数都有下跌 仅公共事业分类指数有上涨0点 从盘面上看 蓝筹股多数下跌 澳门博彩股继续探底 银河娱乐跌1.83% 为表现最差蓝筹 金沙中国跌1.21% 中资金融股下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中国平安跌幅均超过1% 中资石油股及中资地产股 也是有明显的调整 中国石油中海油跌超过1% 华润质地跌1.19% 中国海外发展跌1.21% 苹果因为手机操作系统出现问题 股价下滑3.8% 拖累科王股被估售 加上地缘政治紧张及市场忧虑加息的新又增加 美股也是大幅下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视报16945点 跌264点 跌破17000点的心理关扣 标普500指数收视报1965点 跌32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视报4466点 跌88点 有苹果iPhone用户投诉 把iOS手机操作系统更新到8.0.1版本后 手机不能够正常运作 苹果表示将于数日内推出8.0.2版本解决问题 苹果股价下跌3.8% 苹果拖累科王股 股售微软也跌2.2% 报46.04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宇表示 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建立取得显著进展 将落湖上海 这次是人行官员首次在公开场合 明确表明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落湖上海 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2012年 人行决定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 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管道和资源 提高跨境清算效率 满足各主要时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需要 并且提高交易的安全性 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主要功能 包括连接境内外直接参与者 处理人民币贸易类及投资类等跨境支付业务 满足跨境人民币业务不断发展的需求 9月27日上海证交所将组织券商进行第三次全市场功能测试 券商相关业务人士对此分析认为 这或是沪港通10月正式启动前的最后一次测试 据悉这次测试涉及的内容包括港股通的交易 申报 成交返回 行情等业务 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 测试中被首次纳入了税收 费用等 据悉相关测试内容的业务人士分析 资本利得税在沪港通初期的安排 很有可能会免于征收 因此 此项税收正是海外投资者目前关注的核心细节之一 这甚至被认为事关沪港通初期投资规模与速度 香港政府昨日在委任欧达里获为香港证监会的行政总裁 任职三年 下个月一日起生效 另外 香港证监会决定落实有关专业投资者制度的修订 将于2016年3月25日起生效 但会就将纳入所有客户协议规定 进一步咨询公众意见 香港证监会于去年5月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咨询 当中包括建议中介人向个人专业投资者提供服务时 不再获免免遵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人或注册人 操守准则的合适性规范 向往证监昨日发表的咨询总结表示 决定落实上述建议 不过个人专业投资者及法团专业投资者将继续获准参与私人配售活动 立定个人专业投资者及法团专业投资者的最低总值额度限额也是维持不变 好了 关注完要闻和财经资讯来看一下天气方面 香港的平均气温现在是29摄氏度左右 短暂时间有阳光 局部地区有昼雨 下午部分地区有雾 谢谢观看新闻速递 我们下午再见